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假日愉快啊 新年2022的开始第二天 祝大家假日愉快 同时也是新年快乐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浅秋 首先介绍今天这一节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边加入了台北市长的民调的选项之一 待会来谈谈心情如何好了 第二位我们台北市议员许晓鑫 大家好 以及从南部特别上来的文三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立刻一开始就来看看 有人说这场大安森林公务员 可能是小猫两三只 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几抱呢 我们来看看实际现场的状况 今天上午有一些铁粉 自己包车北上 这是没便当的 那也没有由我们吃的钱 就是包车北上 那我们当时高雄市的 一些前市府的首长们 也有十几二十位 一起到现场去驻镇 现场的人龙 从半夜三点 看到就有人在现场睡觉了 半夜就有人在卡位排队了 那么一早开始 排队的人龙是看不到车尾灯的 下午的时候 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支持的人潮 也往现场去涌 那骑海飘扬 不过这个韩国瑜 他的定调就是说 这一场完全就是只有公益 所以降低了很多很多 任何有可能的政治联想 所以也不会有政治议题 现在听听看他之前到新闻大白 回来的画面 自从韩先生来敲美以后 华书云就有很多的民众会来 那其实我是一个 比较重视生态保育的人 很多包括我的身边的朋友说 你这样子会被人贴 飙显成韩粉 因为我那边种了一棵 叫做韩国瑜的树 真的喔 对 很多人会来看 我就剪成这棵叫国瑜树 然后我说你们如果不喜欢他的 你们可以请我们的总统 英文来做一棵英文书 他是要讲国语还是听英文 都很好 我觉得生态种树是不分难力 像我那天开车经过嘉义 然后刚好停红灯 看到一个弟弟在卖方块书 我就好奇的停在路边 看他到底在卖什么 我一看他在卖方块书 奇怪在公园都没有人 他为什么会在那边卖 我就好奇下去问他 下去问他才发现说 他说他爸爸刚往生 弟弟还在念书 阿嬷 失明 还有一个姑姑是聿雅人士 你知道当我们听到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当下的动作就是 先把他所有的方块书买光 然后先让他回去休息 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决定把它分享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孩子也懂事 他告诉我说他一天 顶多只能卖一两罐 他年纪多大 16岁 才16岁 对 他就一个人觉得做公益 如果要贴上标签 我也不会怕 梦忘事上苦人多 其实辛苦的人很多 虽然当事人希望能够只做公益 但好像也没那么简单 你看看立刻 在各种的绿媒的报道里头 就有不同的角度 在见缝插针吗 比方说在这个标题上就特别写 韩国瑜见面会周日登场 蓝营大咖没人去 基本上就是没有邀请 也没有希望有任何政治议题 所以他就问 特别说朱立伦 这个侯友宜也说 不好意思不知道这个事情 刚好有形成 因为真的没有邀请 另外还撞节目录影 赵少康说不然也想去 所以绿媒说 蓝大咖给了软钉子 韩国瑜也刻意保持距离 政论节目独露了赵少康节目 其实是有没有邀请 有没有要去 其实两个人的关系是 没有必要这样特别来洗 来穿针引线 去转见缝插针吗 但是这个就是绿媒的角度 希望从当中找到一些 公益以外 还可以有政治的角度 可以来切 可以来分化的角度 那么三立就更厉害了 他直接把这个 曾经高空坦亮的画面 加上了King Kong 大金刚跳楼 城市毁坏什么 全部共在一起 然后用史上所未遭罢免 市场回归 用这种负面的语言 特别来做他 甚至这个指示笃蓝的梗图里面 还说他就跳下去 甚至很恶毒的写 来源然后就死掉了 这是指示笃蓝的粉砖 就恶意的用 一样用这种很负面 很负面的语言来写 一样这个粉砖 就算怎么蓝蓝的人 怎么去告他 他的梗图有什么问题 就是司法单位说 查不到这个网页的负责人 这就是所谓的梗图 可以去攻击 跟批评的一个角度 跟方法 再恶毒 再恶劣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蓝绿的争执 或者是可能会被政治化的标签 是很难撕得掉的吗 伟翰 其实我刚刚一坐下来 就在问请求问巧欣 问问三婆 现在大安森林公园是怎么样 百厂要不要 那玉如大家的预期就是 那个场景跟去年的 对不起应该算前年 2019年 当时的那个 包含到花莲 包含到台北凯道 到各地区的民主夜市 前一天就会有人去排队 然后现场一堆人 包车从高雄上来 这场是在大安森林公园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场 如果说输的话 那没比我中部 那是不是他们也都去 他就复制了 韩国瑜的寒流的旋风 他的支持者们都还在 现在导播给大家看的画面 但我要跟大家说的 因为此刻在 观察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必须要冷静 就是说 当韩国瑜再次的 以做公益并且出新书 他现在 他站在台上的身份 应该是作者 并不是2022年的 市长参选人韩国瑜 也不是2024年的 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他是新书的作者 新书的发表会 跟大家的见面会 可是人来了很多 那谁会高兴 谁会担心 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4点过后 现在是4点几分 4点6分 观众朋友 这是4点03分 我截脆热的图给你看 导播你要看上面这是谁 梁文杰 你必须去 你必须去面对 现在目前民进党的党公职 他们是怎么样 看到这个事情 他说韩国瑜一定要加油 然后下面放就今天下午 最新在大安森公联的画面 韩国瑜的支持者 并没有离开 大家没离开 可是韩国瑜 他再次出现在一幕面前 上媒体的专访 上前秋的节目 然后也再次有很多的人出来 支持韩国瑜这件事情 显然 大家必须严肃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 民进党是乐观其成 甚至是喜出望外的 为什么 显然民进党他的判断 是韩国瑜出来 有助于民进党 今年的选举 甚至是1月9号的罢免 跟1月9号台中补选 现在韩国瑜出来了 就是一股力量 我请问大家 乔欣也坐我旁边 现在国民党到底几股力量 一定有一个是党庄 是朱立伦 他是党主席 侯友宜跟朱立伦 现在是同一股力量吗 看起来不像 然后还有战斗兰 赵先生 对不对 然后现在第四股力量 韩国瑜又回来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跟民进党比 已经是小众了 这个小众还分四肢力量 而民进党没有 就蔡英文总统一声令下 今天停什么议题 打什么公投 停哪一个候选人 哪一个罢免要反制 通通一条边 所以这种状况 韩国瑜的支持者 今天下午他刚刚登台而已 我不是要泼冷水 我是要说这个现象 其实看在韩国瑜这当中 是很暖心的 我没有看到韩国瑜了 好高兴 然后绿眉摩一塌 好生气 然后民进党 他不是说害怕韩国瑜回来 他是好喜欢韩国瑜回来 那事实会在明年的年 对不起 今年的年底会验证 是不是韩国瑜 反而让民进党 好选了这个事情 后续就会来验证 不过我先说 因为今天是1月2号 离1月9号 其实还只剩一个礼拜而已 下礼拜的选举比较特别 不是礼拜六 是礼拜天 所以刚好就是今天 整整7天前 韩国瑜刚好在这个都出来了 他会不会对台北的 罢免林昌走 跟台中的盐宽恒 跟林静怡的补选 产生什么的变化 显然 我用梁文杰这个图 来告诉大家 民进党是认为 韩国瑜现在目前跑出来 对于民进党的选情 1月9号跟年底 民进党评估是对他们有利的 民进党之所以会评估有利 当然是因为他里面黑了这么久 黑在一个人的身上 压了这么多宝 不管是彻翼 或是各种黑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 他走公益路线 不希望有政治的任何的沾染 这是他有原因的 文杉博有到现场去 看起来怎么样 听到这位 一口头团队的团队 这是我转述 现场民众告诉我的话 因为他说 有到夭壮 和在做公益 不然有一段半日 甘甘的短纯 真短纯 是在做公益的活动而已 你们政府如果做了 那年好 比较小 还有那些可能的人 这有这些艱苦的事 还有带用面 还有很多在社会的角落 既然你不做 你做不好 你政府做不好 我们韩国瑜来做 跟这一大群人 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上 韩国瑜是只把他负责 把他串联 把他这个善情义己 发光 让他所有的全国的老百姓 知道这个案子 社会有很多人 在做这些事 这些人都跟我说 这是政府 你政府过不好 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 结局 哪里有老百姓 你政府如果做好 怎么有 你轮到老百姓 来做这些工作 从其实很感动的 这些人就是 我刚刚2点40分 从大安森林公园 要出来 原本那个 大安森林公园 2号的捷印站的入口 上来马上左转 就是直接到舞台区 我买去就是怕这条我去 但是买回来没材料 回来2.40分要有很多人 我爱学队 高河队 新生南路这边 再走到新一路过来 有多少人 真的没有办法评估 而且现场的气氛很热络 我同时在这里讲 也有一个朋友 给我转述说 我们在这里做工业 我们毫无目的 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 跟高伦地台中市在表达 里面丢家 台中市占竟 这色立位加于影响 令七十民间 都争農的立位 这个有色彩 直接这色有鸡 跟这色有减 但是 我们继续在做工业的当时 人家仲是还在继续撕裂的台湾 各位所有的好朋友 这是老八世专属我所讲的 我同样在这种声音里面 会有一种隶级 会有一种堆叠 当然今天韩市长到现场很多人 很多人不是真的韓市長想大家而已 很多老百姓都說我可以跟他記名 我頭一句話要說什麼 證明這個對韓國瑜的期盼還是有了 還好今天沒有任何的政治語言 也沒有任何政治人物到場 還有很多老百姓 很多支持者一旦開始在頭上 他就在怕 他就把我的手指插在這裡 怕黑是不是 怕黑不只怕黑 記得嗎 三重水漾公園九月的時候 我們舉行的造勢 他為了打到那炒培怡 說我們沒辦法打起來 那種問題的地坦草 在當地本部就是不發 因為他載不到陽光 也沒有水氣比較少 所以那個草皮要保留政治起來 那不是我們立法的 那不是我們立法的 這些人幾乎每個人都在引頸期盼 期盼著什麼 未來這個光在社會的善良面 台灣最善良的還是人 政府不做也是老百姓的 客人在做準拔 害羞對 所有好朋友一樣 都有共同一個理念 當然他們對韓國也是有所期待 我相信這是一種默契 如何鄰居城把這些微光鄰居的 塑膊的好事來發光發熱 我相信那是我們老百姓 自己要做去做決定 我們自己要老百姓要去努力 你要認為生活過得好過 你就不用去擁有這個動作 就是因為錢派過 社會環境要有很多 他們沒辦法受到政府 做特選的安排 這麼需要這些人 來去做這些 政府可以做 結果吃飯不吃粗糕的 也是一樣 有人在跟你們做什麼 台灣人就是這麼善良 台灣人這個善良 讓韓國瑜讓珍珠算憐 把它串起來 把所有好朋友說 台灣要很多人在做這個好事 藍的綠的對韓國瑜都有所期 但期待不太一樣 難道真的做公益都不行嗎 巧欣 我覺得民進黨他當然是打 這樣子一個如意算盤 他認為韓國瑜就算是簽書會 或許他們從中 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操作的地方 但是我也必須跟大家說 我覺得他們的如意算盤 打是打錯了 今天如果但凡韓國瑜的出現 是有帶任何一點政治味的 或許他們想要做這樣子的 見縫插針有機會 但實際上你會發現 韓國瑜他不管是他自己 在宣傳上面寫書 還有他去推廣這12個 在我們民間社會裡面 沒有特殊的身分地位 但是為了台灣 為了中華民國 默默努力的人 那這個時候 你再去用梗圖去黑他 你再去用你的臉書去講他 其實很多一般的人會覺得說 你何必呢 你何必呢 今天韓國瑜 他雖然他先前是一個政治人物 但他今天所做的事情 很單純的就是公益 這個一般人看得是非常清楚 這就是為什麼 這一段時間以來說 真的每天都有一些梗圖 黑韓國瑜的 黑他做公益的 在網路上面 但如果你仔細去分析 這些東西都沒有能量 這些東西他沒有被擴散 這些東西看的人坦白說也不多 就是在他們自己小小的同溫層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次韓國瑜的支持者 很多上街 那他來幹嘛的 他不是來參加造勢晚會 他們不是來支持韓國瑜選舉 而是支持他做善事的理念 這一點跟當時在選舉期間 或是說韓國瑜在做政治期間 是有很大差異的 只是說因為民進黨 他沒有看到這一點 他們反正腦子很簡單 看到韓國瑜就想到政治 看過韓國瑜就想說 那我就來點名朱立倫 侯友宜 趙少康你看國民黨亂成 他以為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替自己加分 可是你知道嗎 在林秉書的網軍案 在很多的事情逐漸發生 讓大家看到民進黨內部 網軍臭不可聞的這一面之後 現在更多的閱聽人 他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想說我接收到的資訊 到底是一般人的想法 還是這是你們民進黨 網軍的操作 我覺得越來越多人 會不相信這些 像是NHK所報導 造謠的只是賭籃這樣子的帖文了 我知道曉欣平常 研究這個網路聲量很多 所以這一次的聲量 比較起來妳的看法 如果妳在Facebook 其實都可以公開搜尋 妳去搜尋韓國瑜 妳點進去看的話 幾乎都是比較支持他的人 然後買他書的人在做分享 那這些梗圖 其實也都多多少少有在網上發 可是妳仔細去看 他 我這樣講比較難聽 但是如果你拿黑韓國瑜的梗圖 跟黑鹽寬恆的梗圖 兩者去比較看看他們流量 妳會發現其實黑鹽寬恆的 多很多 轉傳的人 討論的人多很多 為什麼 因為鹽寬恆他再怎麼說 他現在是在選舉階段 所以他有這個選舉的熱潮 所有的事情 你可以用選舉的算計 選舉的規格 但是韓國瑜他說真的就是做公益 所以其實雖然他們不斷的 想要去見風插針 想要去打 但是這個打有點像是打在棉花上面 回彈過來的時候發現 打了之後沒有力道 那甚至你一直這樣子操作下去 久而久之中間選民他可能覺得很厭煩 人家都已經只是在做公益了 你還想怎樣 這樣子的想法會慢慢在社群網路上面 有一些人會去蔓延 巧欣覺得是打在棉花上 韓翰覺得呢 韓翰會覺得這個是他的出來影響力 會還有更多的政治效益嗎 因為他自己雖然想要定義在公益 因為其實如果有 私底下跟韓國瑜市長接觸的人 像潛秋 我其實也跟韓市長也接觸 我們知道他是出來做公益 這點先跟大家講清楚 可是我剛剛第一段論述 在文山博在講 巧欣也在講說 我也看一下我們聊天室 很多人想說韓翰你不要這樣講 韓哥本來就不是出來要參與政治的 我知道 我比你更知道 可是問題是民進黨不會這樣解讀 他一定會跟你講 好高興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給大家看梁文傑 梁文傑是新潮流現在目前的軍師 整個新潮流他在規劃 剝劃 他跟段儀康一樣重要的 民進黨確實希望韓國瑜出來 今天這個場合就是做公益 就是新出發表會 但是民進黨不會這樣給你解讀 明天你看自由時報怎麼寫 我先這邊跟大家預告 所以潛秋問我的問題是關鍵 韓國瑜現在重新出來 他不可以出來 他可以 可是他出來之後 民進黨多了很多的 黑韓產業鏈的重新啟動 因為已經一年半找不到人 不知道罵誰了 現在就全部在罵他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是1月2號 7天以後要選台中市的補選 我們今天開場這一題就是韓國瑜 為什麼 因為他就捨這個重要性 一來他可能可以帶動 二來他也可能模糊了其他的焦點 他變成焦點 可是問題是 現在問題來了 韓國瑜是想他該去幫顏寬 他去了幫顏寬好還是不好 這就會是個兩難 因為民進黨真的 他跟你的 現在在看大白話的觀眾朋友的 感受可能是不一樣的 他就是已經覺得韓國瑜 就是很負面的 覺得韓國瑜好的人 跟覺得韓國瑜不好的人 同時存在 那一群人可能會被摳出來 去投給民進黨 他講說你每次都看完國民黨 是啊 我常常看完國民黨 但是我看到的是 現在這個狀況就是韓國瑜 雖然只是做公益 但是卻會被賦予政治解讀 連今天大安森林公園的人數 還有那個熱情都會被解讀 然後會繼續猜 猜到國民黨正式把那個人選 投入中選會登記為止之前 他都會跟你講韓國瑜要選桃園 韓國瑜要選台北 他不會停止的 所以那個話題就會變成 攻擊韓國瑜跟支持韓國瑜之爭 這個國民黨是好是壞的話 我們就必須後續觀察了 公益跟善良 無論如何在這個社會上 是應該被支持了 但是政治化如何被擴大的解讀 其實這恐怕也不是當事人可以決定的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